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北 还记得我去年的表现吗 记得 不记得很正常 第七被淘汰了 很正常 然后被淘汰之后呢 很多微博网友真的非常善良 很多微博网友给我发私信安慰我 说小北你加油 你是最棒的 我们会一直支持你的 但当时真的不用安慰了 你知道吧 因为当时我已经被淘汰一个月了 其实理由很简单 我觉得跟大家说 大家一定能明白 因为我们线上节目是提前录制的嘛 第七期我被淘汰的时候 我们才播了两期 而且我们签了保密协议 就是在节目播出之前 是不能关注 啊 比赛进行哪一步啦 谁都冠军啦 王免不配 这都不行你知道吧 你非要cue我吗 这么招乱恨呢 但那个时候 已经有人都认出来了 那个时候我在上海大街上走 突然有一天 有个大哥认出来 他说 哎 你是小北吗 讲拖我秀那个 我说我是 你好 你好 他说小北今天我特别看好你 我觉得今天独棍 我说大哥我加油吧 我加油吧 谢谢你 我转身就走了 大哥真的非常喜欢我 因为我走之后他还没有走 他站在我的身后 跟随我走路节奏 边在我背后喊 小北冠军 小北冠军 我边走边那儿哭 大哥你别说了 我签了报名协议 小北镜好大哦 镜好大 我觉得我到现在 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就这种陌生人 带来的热情和关心 不管是陌生人 就是我父母 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我现在上海工作嘛 然后我爸就经常 会发一些安慰 关心我 但是每次发来的话呢 都有些奇怪 我爸经常会发 他说 儿子 干嘛呢 发张照片看看 我说 爸我没照片 他说 你现在拍一个 我说 爸我那个 我先不给你聊 我去洗澡了 然后过一会儿 我爸又给我发来 儿子 你洗完澡了吗 我说 你再这样骚扰 我就报警了 我跟你说 真的 我爸的爱 真的有点变态 然后我就想长大之后 有一些自己的空间嘛 有一些选择 然后那种感觉 我想要的选择就是 小时候 我妈妈虽然每天 都给我做红烧肉啊 但都不如我自己买的 五毛钱零食香 即便我知道那是 不干净的地沟油 但起码是我自己选的嘛 对吧 有一天我偷吃那个零食 其实被我妈发现 我妈特别生气 说你天天不吃完 就吃这个油 你知道这是什么油吗 我说 自由 我妈妈也没有跟我生气 就韦韦道来跟我说 那你知道妈妈做的油 是什么油吗 妈妈用菜做的油 是什么油吗 妈妈做的用是 I love you 我这空啊 我这能取消吗 你打电话问 打电话问问 什么玩意儿 好了好了 镇静一下啊 然后 其实越长大 真的越跟父母相处不来 真的相处不来 我最受不了我妈妈一点 就是我妈妈这个人 真的非常爱干净 非常爱干净 甚至有些洁癖了 你知道吗 她洁癖到什么程度 我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啊 但这百分之百是真事 我妈妈有多洁癖 我妈妈为了上 家里的椅子不脏啊 我在家吃饭 你能穿裤衩 这是真事 你知道吗 我爸爸呢 也要这样 但我妈妈不一样 你知道吗 我妈妈有睡衣 我和我爸不配偶 你知道在我们家吃饭 有个什么样的景象吗 就是一个穿着睡衣的贵妇啊 和一对海尔兄弟 虽然吐槽我妈妈这么多 但是我还是非常爱我妈妈的 你知道吗 因为我妈妈非常支持我讲脱口秀 我妈妈第一次来看我讲脱口秀的时候 我在舞台上讲的就是这个段子 我妈妈在下面笑的前往后和非常开心 你知道吗 我爸坐在旁边一笑都笑不出来 我今天讲是谢谢大家 我小北谢谢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北 今天呢 这个有个主题啊 是恋爱我想和你谈谈 其实我想说的是恋爱综艺我想和你谈谈 我去年上了脱口秀大会之后呢 有恋爱综艺找过我 然后当时经纪人跟我介绍 他说这是一个艺人和素人谈恋爱的节目 那么我说我作为艺人来说还要多了解一下 对不对 我说呢 这个节目有多少个素人呢 经纪人说加你一共30个 我说行吧 然后当时又联系到导演组 导演组给我介绍这个什么节目 这是五位女艺人和30位男素人的一个恋爱组 我说你等会儿 我说五位女艺人和30位男素人 在同一个屋子里 这是个平等的恋爱节目吗 这不是女明星快乐屋吗 你不见得快乐 然后没有去啊 我就开始看恋爱节目 这两天真的非常多恋爱节目 现在恋爱节目真的很假 我很难代入进去 因为找的都是一些俊男美女 工作体面身心健康 这种人怎么可能是谈不到恋爱的人 就照着我这个刻板印象来看 我觉得他们不伤害别人感情就不错了 而且之前确实出过事 上了一个热搜 当时一个恋爱综艺 两个素人在一起之后 发现这个男的 跟别的女生聊七七八八的 然后被网友一顿捶 当时我都蒙了你知道吗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素人人设还能崩的 我觉得节目组啊 如果真的想为我们这种老百姓 做点实事的话 他就找一些那种单身恒久 母胎solo 渴望爱情生活朴素的 比如我的朋友何广志 解决一下社会问题 你知道吗 而且现在恋爱综艺真的太气人了 你知道那些人都太会演了 我太生气了 我跟你们讲 我有一次看个恋爱综艺啊 一对男女去逛超市 当去冷藏区的时候 那个女生准备打开冰箱 拿一个东西 那男生突然说 你等会儿 你离冰箱远一点 不要冻到你 我说等会儿 我说什么叫冻到你啊 我说这个女生是不会使用冰箱 是吗 如果你不说的话 她就马上进冰箱里了 是吗 她说你走吧 我到家了 不知道怎么想呢 你知道吗 然后这个女生过两天呢 就真的感冒了 只能说巧 对吧 然后男生第一反应就是开车 然后出去买药去了 这种节目一般都有观察嘉宾 观察嘉宾看到那个镜头都疯了 都说 他也太甜了吧 我说哪甜了 我说这不就是卖卖棋手吗 那个观察嘉宾很大的责任 就是烘托现场气氛 你知道吗 尤其是有一男一女 在一个私密空间的时候 他们就会讨论 他说现在一男一女 在一个私密空间 他们的感情很容易急速上门 我说你放屁 屋里还有几个圣像大哥呢 没有错 不然会怎么有这么多镜头啊 你知道 我觉得现在的恋爱节目 跟我小时候看得太不一样了 你知道 我小时候看的恋爱节目 都很真实 我小时候看的是《非诚勿扰》 你还觉得 你还记得那个节目 有多真实吗 就是一个男生上来 说大家好 我是 没等那个男生说完 那女生说 这也太丑了吧 棒就把灯按了 你知道吧 然后随着那个男生介绍自己 然后听到那个 然后直接开始 可惜不是你 陪我到最后 你才多真实呢 而且我觉得 现实中的爱情 不会像恋爱综艺那么做作 你知道 因为现实中的爱情 都是互相折磨 之前我谈恋爱的时候 我女朋友突然有天问我 她说小北 最近发明出一种 能够让男人体验 分娩痛苦的仪器 你要尝试一下吗 我说什么玩意儿 我真的是没听懂 你知道 我就上网上查 然后弹出来 第一个词条写的是 男子体验分娩痛苦 痛到发抖 女朋友在旁边感动到 泪流满面 我心想那是感动的吗 应该是笑出了眼泪吧 你知道 我还问我的女朋友 为什么要让我舔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那么疼 我女朋友说 让你舔这个东西之后 你知道我们女生 有多不容易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 姐妹们 我们男生体验之后 第一反应 不会觉得女生 有多不容易 我们只会觉得 还好是个男的 我下辈子还要做个男的 我要做男人forever 而且我觉得 你不要让老公 舔那个东西 男人那个德性 你们还不知道吗 没有体验之前 你老公陪你生孩子的时候 你的旁边问 老公你知道我都痛吗 你老公说 宝贝以后加倍对你好 所有包都卖 所有家务都我做 假如体验之后 你旁边问 老公你知道我都痛吗 我知道啊 小伯母现场很好 而且这次疼了之后 你得到了一个宝宝 上次我疼的时候 只得到你的嘲笑 你看 就是现实中的这种爱情 确实残酷啊 然后折磨啊 没有恋爱尊艺甜 但是还是希望 大家能够勇敢地 在现实中谈恋爱 因为生活中体验了真实的痛 才能体验到真正的快乐 谢谢大家 我是小北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小北 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 收到了很多私信 有一部分呢 就是建议我的脱口秀怎么讲 有一天特别有意思 有个网友跟我说 小北看了你的脱口秀之后 我能给你提点建议吗 我还没打不能 他说那我继续说了 他说我建议你 他说我建议你多读点书 我特别喜欢 磅礴忽兰那种高级的脱口秀 我听的时候特别生气 我说你喜欢他们 你就看他们去 他们不是还健在吗 我说我属于另一个品类的 我属于那种 没文化脱口秀 而且我觉得脱口秀演员 这个身份 就应该多姿多彩一点 你知道吧 什么样的人都有 我觉得假如 舞台上有50个忽兰的话 也会非常奇怪 你感觉你看都不是脱口秀 你感觉去了个笑产病医院 这太阶上 太转压了 而且你们想象一下 假如舞台上 有50个忽兰的话 你们真的觉得好笑吗 确实有点好笑 大家也看得出来 现在我这个人 不仅没文化 我还没礼貌 前两天我朋友问我 他说小北 你们那个公司 那个CP是真的假的 我说关你啥事啊 他说小北 你说话怎么这么冲啊 我说那咋了 当时我问他俩的时候 他俩就这么跟我说的 确实现在说话有点冲啊 前两天去外地演出的时候 在机场办直击 我刚把身份证给那个贵员 那贵员跟我说 不好意思先生 我们这个飞机满舱了 我说满舱是什么意思 他说满舱意思就是 这个飞机坐满了 我说啥 我已经上去了吗 他说那倒没有 但你现在已经上不去了 我当时特别生气 我说那怎么办 我晚上还有演出呢 还有三百多人等着笑呢 我不去他们笑谁啊 给我气的 我说他们几个能行吗 官员看了眼说 确实不行 我们马上给你解决 然后我说你赶紧给我解决 我当时特别生气 他说先生我们有条方案 就是半个小时之后呢 还有一个航班飞过去 同时我们会将你这个经济舱 生成为头等舱 我说刚才说话声音 是不是有点大了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啊 我平常坐飞机的时候 特别喜欢坐在靠窗的位置 我觉得很舒服 当我每次都怕 我坐在靠窗位置的时候 旁边坐一个人 对窗外的景色 分外好奇 那天就是这样 那天我刚坐这 旁边过来一个大哥 他刚坐在这 脸就操这来了 那个大哥长得什么样子 就满脸落腮胡子 长得特别壮那种人 我当时特别紧张 我特别怕他看着看着 突然亲我一下 你知道吗 然后观察了一会儿 发现他只是想看云彩 我就想怎么避免一下 这个尴尬呢 我准备闭眼睛瞇一会儿 然后一个小时之后 一睁眼大哥脸还在这儿 当时我就特别的紧张 我说这怎么办 他不能一路都这样吧 当时我就没有办法了 你知道吧 然后我就亲了他一下 你得开得好好 对 开得好棒 就是你怎么避免尴尬 手机你要尴尬起来 你知道吧 把主动钱掌握在自己手里 后来你大哥再也没看过窗外 只看你 我这个人啊 虽然没文化没礼貌 但是还是有优点的 我这个人很孝顺 我现在一有时间就回家 而且我跟我爸妈的关系特别好 每次一回家 我跟我爸妈第一天无话不谈 第二天无话不谈 第三天无话 不谈了 不谈了 那个时候你就会疯狂思索 找点话题跟你妈聊天什么的 然后找一些事情 然后那天我突然想起 小时候发生的一个事情 就是小时候我妈 突然有一天问我 她说儿子 你想不想要一个小弟弟小妹妹陪你啊 我说如果家里再多一个孩子的话 这个安全问题我可负责不了 当时我就自己贼幽默 我觉得从小就是偷袖演员 就是爱开玩笑你知道吧 我就想起这个事之后 我就问我妈妈 我说当时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啊 我妈跟我说 当时确实怀了个孩子 然后当时因为我说那个话 她就没有那个孩子 然后当时我听了之后特别难受 然后眼眶都红了 我不知道说什么 然后我妈跟我说 是不是开起玩笑 我说妈 我好像知道为啥这么没比茂了 我当然开得起玩笑了 我今天在台上讲的几几分钟 哪句不是开玩笑呢 希望大家以后都开得起玩笑好吧 谢谢大家 我是小北 谢谢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北 哎呀 没想到已经到半决赛了 说实话有点比不动了 身体有点吃不消了 前两天导演组问我 他说小北 你是不是创作力枯竭了 我说创作力还好 我感觉我杨瘦快到了 真的太累了 你知道吗 真的不能再搞笑了 再搞笑我就要进决赛了 我今天最后再给你们嘱咐几句吧 然后一会儿你们笑的时候又大声点 我想风风光光地走 真是太累了 有时候我就在反思自己 我就说小北 你这辈子是不是成不了什么大事了 因为在我印象里 能成大事那种人 都是每天经历非常充沛的人 都是每天早上一床就 我来了 都这种你知道吗 我每天早上喜欢什么样子吗 我每天早上喜欢 又来了 我说我还没有准备好 你知道吧 有天看到一个新闻 一下击中了我 一个新闻写 搜狐的张朝阳 每天只需要睡四个小时 我每天需要睡12个小时 我要睡得饱饱的 你知道四个小时什么概念吗 我看到我的手机 我手机显示 我每天玩手机的时间 是四个半小时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张朝阳甚至可以当我的护工 照顾我的饮食起居 我都能想象那个画面 你知道我 我躺在床上 我说小张啊 我一回准备玩会儿手机 你就一会儿把今天的教税了吧 然后那个时候就非常焦虑 你知道我怕自己得了什么病 我去看医生 我说医生看看我 我是不是快要死了呀 天天这么累 医生号了有卖 说小伙子 你不会死 你不要紧张 你就是普通的盛亏 我说大夫 我还不如死了算了呢 但是我是个很乐观的人 突然就想到了一个 我特别适合做的职业 我觉得我特别适合做idol 你听我解释啊 为什么适合 我觉得我这个身体条件啊 基本能拒约所有诱惑了 我都能想象到 哪天我在大街上走 我突然有一个漂亮的女粉丝过来说 哥哥哥哥我们谈恋爱吧 我说哥哥呀 没有这个经历 哥哥比起爱你来说呢 更爱活着 不说了 哥哥走了 拜拜 好了别追了 哥哥跑不动了 然后医生给我唯一的嘱托 让我平常多运动 然后我就开始了解很多运动 你们知道最近很流行的运动 叫做飞盘吗 就是你们现在心里想的那种狗玩的 我觉得现在就是人玩狗 已经满足不了人了 你知道吧 现在已经出现了人玩人的现象 然后一开始我玩的时候 我还不太懂 我还特意借了一条狗 到了操场之后 发现只有我一个人带狗 我还跟那个编幕说呢 我说今天要辛苦你了 然后那天没想到主角是我 我贼累 那狗贼无聊 你知道吗 然后那天杨门也在 杨门切儿灯跟我过来说 小北 玩狗有啥意思 玩狗 不如当狗 说完之后杨门追着飞盘就出去了 你知道吧 我给你解释一下飞盘这个运动 其实很简单 飞盘这个运动就是几个人 对几个人 然后来回扔飞盘 达阵得分 那个场景怎么形容呢 就是你们想象有个草坪 然后大家都跟狗玩 但是没有狗 大概就是那样的运动 当时我还不会玩 然后我在那有点局促 我就说 我怎么不会玩怎么办 然后有个人过来说 他说 小北你不要着急 一会儿会有人训练你的 结果真的就来了个教练 你知道吧 然后他拿着一罗飞盘 我们排成一个队 然后教练拿着飞盘说 跑 我当时还笑话呢 我说这也太可笑了 到我这 我抓紧出去了 你知道吧 当时那飞盘飞得有点高 我脑海中出现三个字 用嘴雕 最后训练完之后 教练说 我们排成两个队吧 然后大家一起握个手 你知道吗 我下意识这样举了起来 我当时就特别怕 那个教练突然说 坐 我心想教练 你不会叫我巴普洛夫吧 而且里面的人 都跟我不是一个世界的 你知道吗 真的有很多爱健身的男生 然后身体非常健硕 然后争强好胜 那种感觉吧 我知道绝对不可能啊 但他们特别像 Rock忽兰的串 我刚写出来 跟你们笑得一样开心 我觉得这也太好笑了 没想到 没想到啊 然后我当时 我当时还问教练 我说你们平时都怎么锻炼啊 他说三分练七分喝 我说喝 他说对啊 喝经典有机A2纯牛奶 每百行升有3.8克原生乳蛋白 高营养 更亲和 是健身人群的好选择 然后当时我就说 那三分练是啥呀 他说 然后教练掏出了一瓶 经典有机奶 他说小北 看见了吗 我说看见了 他说跑 然后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